这个男人光明正大的躲在床底下 拿出锯子就开始疯狂的锯木头越狱 虽然锯子的声音很大 但他却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狱友们正在上面狂欢 他锯木头的声音越大 狱友们就越兴奋 完全掩盖住了他锯木头的声音 但很快点狱长就纹身赶了过来 好心的狱友假装将老家寄来的小杂志 交给点狱长欣赏 实际上这时的保罗 已经钻进了刚当具好的洞里 等到点狱长反应过来后 已经为时已晚 保罗已经趁机溜出了监狱 气得点狱长立即安排警犬追赶保罗 但保罗早已想到了这一点 为了掩盖住身体上的气味 保罗故意在臭水沟中奔跑 让臭味占据自己全身 紧接着他又来到一处牧场 快速地翻越一个又一个的护栏 然后再利用绳子爬到对面的岸上 最后跳到河里洗了一个澡 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后 追踪保罗的警犬被活生生累死了 狱友们还以为保罗这次已经成功越狱 没想到次日保罗又被抓了回来 为了惩罚他 狱警刻意在他的脚上绑上了最重的脚铐 但尽管这样他仍然没有放弃越狱的决心 就在这天外出劳作时 保罗故意装作自己要拉肚子 为了防止保罗再次逃跑 狱警让他不停地晃动树枝 只要树枝一旦停止他们就会开枪发出警告 然而等到狱警察觉不对劲后 保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了一根长长的绳子 过了很久狱友们都没能见到保罗被抓回来 直到看到一封杂志上出现保罗和美女的合照后 狱友们才纷纷相信了保罗已经越狱的事情 但没几天的时间 保罗又再次被压了回来 这个男人每天都要迎接狱警们的特殊照顾 晚上还要被关进没有灯光的小黑屋 因为他是一位越狱两次都成功的高智商犯人 尽管保罗现在落到了如此地步 但狱友们仍然相信保罗会逃出去的 因为在狱友们的眼里 他还真不是一般人 就在保罗刚入狱没几天的时候 他就和狱友们打斗 说自己能一口气吃掉50个鸡蛋 监狱里的所有人都纷纷不相信他的鬼话 因为50个鸡蛋足足有6斤重 一般人根本吃不下去这么多 没想到就当倒计时开始后 保罗竟然一口就能吞掉一个 就连狱友们包鸡蛋的速度都跟不上他的速度 很快保罗就吃完了20多个 众人看到他难以下咽的样子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没想到此时的保罗竟然坐起了俯卧城 运动着继续吃起了剩余的鸡蛋 就当他吃掉35个鸡蛋时 他的肚子已经大成了一个代产孕妇 就连走路都成了问题 没想到保罗缓缓地打开水龙头 轻轻抿了一口水龙头里的水 狱友们纷纷都劝着他放弃 但保罗就是不听 仍然表示自己还能吃 随后他便让狱友们把自己放到床上 让狱友们一个个地将鸡蛋塞进自己嘴里 很快保罗就被称得没有了力气拒绝 只能依靠狱友们的帮忙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事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保罗居然真的吞掉了最后一个鸡蛋 赞叹他的毅力 可自从这次被狱警们再次抓回监狱后 保罗也似乎没有了想要继续越狱的想法 然而有一天 他的母亲因病离世 他找到点狱长想申请回家举办葬礼 点狱长不但没放他出去 反而还将他关进了一个房间 将他囚禁了起来 直到葬礼举行完才将他放了出来 这件事情让保罗下定了决心 必须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狱警们此时却为难起了他 明明这群犯人刚刚外出劳作完 狱警还是将一名犯人叫到了一边 直接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让他在这个位置挖一个十米深的大坑 尽管保罗不想这么做 但面对狱警的命令他也没有办法 好不容易挖出一个坑 怎料另一名狱警却走了过来 呵斥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挖坑 让他赶紧将这个坑填回去 没有办法的保罗只好将坑填平 但就在这时之前那位狱警又走了过来 询问他为何要把坑填好 赶紧按照刚才的要求挖回来 他认为狱警们是在故意刁难他 二话不说就朝着狱警扑了过去 但这换来的则是狠狠的一棍 没有办法的保罗只好听话地挖 直到晚上他才将这个坑给挖出 本以为狱警的刁难已经结束 没想到就在这时狱警一棍子就轮了过去 直接将他推倒在了他挖好的坑里 面对着眼前的此情此景 坑里的保罗再也抑制不住 他直接抱起狱警的脚 就说出了他再也不敢越狱的事情 这时点狱长才站出来饶过了他 就当保罗被狱警们带回宿舍后 狱友们再也不愿意去搭理他 因为他们对他的信仰已经完全负面 之后的日子里 保罗就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狱警安排他干什么他就会去干什么 甚至还会将狱警打中的猎物抓上来 夸赞他的枪法好 彻彻底底地变成了狱警们的马仔 本以为保罗终于改变了自己 可这天就在狱警们不注意的时候 保罗趁机就溜上了他们的汽车 对着狱警们就开始横冲直撞 最后带着一名狱友就逃离了这 来到一处安全地带就将汽车遮挡住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就当这名狱友询问他接下来想去哪里是 没想到保罗却说他不想逃了 紧接着他就来到了一处教堂 但很快这名狱友就早上来 说狱警已经将这里完全包围 看着外面到处都是汽车 保罗的心里一点也没有慌 而是淡定地打开窗户说了一句 我们的问题是 无法沟通 紧接着迎接起了狱警的子弹 很显然 由于母亲的离世 压死了他对生活的最后一丝希望 至此影片结束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